在Computex期間 聯發科展示AI在手機跟平板 還有車用領域上的應用 像是只靠著天津9300機片 不用網路 用戶就能夠用手機AI來作曲 而至於對手高通的執行長艾萌 他則是首度現身台北國際電腦展演講 他表示電腦產業將要重申 新時代電腦將會由高通驅動 即便只想得到Doremi 依舊能靠著手機的CPU成為作曲家 不光如此 Computex期間 聯發科展示AI在各領域應用 像是透過Laura技術 用戶能打造出個人專屬的Avatar 而AI服務平台打歌 則強調語言模型 可以帶來更自然的語音互動 化身智能管家 而智慧座倉當然也不能少 用戶能夠藉由AI安排行程 後座的娛樂體驗 用戶能夠多贏使用 甚至要對打遊戲也沒問題 至於競爭對手高通 執行長艾萌 則在3號首度現身台北國際電腦 掌握舉辦演講 這是一個新的時代 而這和Snapdragon X Elite 和Copilot Plus 艾萌表示 微軟Windows正在重新定義個人電腦體驗 像是Copilot 讓AI能夠直接在設備上運行 可降低延遲提升反應力 艾萌強調PC產業正面臨空前的轉捩點 各種創新應用 將徹底改變人們和PC的互動模式 在林涵和黃明旭台北上報道 和Copilot 和Copilot